嗨大家好 我是小微 我现在在重庆乌西县 今天就出发去一位老人家里看神奇的鱼犬 听说那位老人是因为一个梦 就把家里挖出了十多米深 没想到就因为那个梦就发家自负了 真是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之前还被央视报道过 就是一位老人做了一个发财梦 就躺在家里都可以赚钱 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 网上众说纷纭 但是我想实际的听老人亲口说出来的 有真实的记录 到了到了 我已经看到一个牌子上写的神奇鱼犬 就是这里 就这 我们待会要去参观的鱼犬 就是眼前这三层楼的房子下面 通过中央电视台请到的专家实地考察和研究 就介绍了鱼犬的位置 这里是属于喀斯特地茂形成的地下暗河 神奇 鱼犬的羊鱼和油桶子鱼正好适应暗河里面的环境 它们能够自由在暗河里生长和繁殖 刚好你大爷建在暗河的出口上面 他挖到十多米深的时候 把鱼犬的出口挖开了 就形成鱼和水的一个通道 随着天气的变化 或多或少的鱼就从这个泉沿里流出来 这就是大铃河 你看这河水 好绿 在峡谷里面 站在这里还是挺危险的 这车来车往的 现在已经修起别墅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神奇鱼犬里面 它现在是有餐饮的 这就是以前在央视上见到的你大爷 你好 这个已经挖了有十多年了 到现在是吧 你还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挖的这个吗 我是2008年 2008年 他们说你是做了一个梦 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才导致你特别想挖这个洞 我拿着搬家走的 整天是不在家 我做的 你是准备搬家走 然后拖有有梦 然后让你不要走 对 你还记得那个梦 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还记得吗 记得 而且说是 我找了一辈子的一辈子 你把你这个梦地挖出来的网络 接着换你 哦 他说你就前半生过得不好 但是要把这个地一直挖了 就以后就过得好了 嗯 对啊 你总共挖了多少米啊 十六七米 你中间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啊 因为一直挖那么深 有 有啊 嗯 就后来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心 让你一直坚持想挖的呢 我就是 我瞎你 不是那么的害我 哦 我是鸡皮 哦 你就是 在你心里想 就是你 拖了一个梦 它不会害你 对 又很真实 对你好 对 太厉害了 我也想做一个这样子的梦 也可以 我觉得像你大爷这个坚持很重要 就是说 尽管你做了一个类似这样的梦 但是你未必要相信 但是你大爷就特别好 他不但相信了 而且还坚持 中间虽然有过小放弃 但是他最终还是坚持 一直挖了16米 我们大概挖了有多久 才把它挖到16米 一年 一年 啊 我们的 它的游泳汁 它的 是我们将云南盘的鱼 它一年实际都有那个鱼 涌出来吗 嗯 那是 有春夏天 春夏天啊 那现在砍得到那个鱼不啊 砍得到 砍得到啊 那我去砍一下 谢谢你啊 那去砍吧 谢谢你大爷 人很好啊 真的就是挖出了宝藏啊 就每个人来参观呢 就可以收5元 10元的门票 就坐在家里都可以赚钱了 16米啊 就是五层楼 地下五层 相当于 这边就相当于一个展厅一样 你看 各种鱼 这里能看得到 神取鱼泉的来历啊 这上面已经写了 娃娃鱼 一会儿就有那么多游客来参观了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娃娃鱼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实际的看到这鱼 真的有四只脚 大嘴巴 就像那个鲮鱼 它尾巴也是特别粗 上面已经写了 娃娃鱼要有人请勿触摸 这边也是娃娃鱼 这鱼都是很小条条的 就鱼泉涌出来的鱼 就是这种鱼 刚才李大爷给我说的鱼 在他们这里当地叫油桶之鱼 已经看了这里的鱼了 现在我们就下地下室去看一下鱼泉 这么深 修得还不错 还有很多人看 我已经看到很多鱼了 特别多黑鸭鸭的 还有人扔到很多钱币 每个多鲜 哇 这么多 哇 这个太多了吧 哇 这真的是挖出了聚宝盆 你看 出鱼口是这里 这也太多鱼了吧 我来说 我来说 你在这边 这个超多鱼 这边就走 我来说 我的天哪 是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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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修了三层楼了 只有餐厅对外接待 其他都是自己住 这里没有对外的住宿 这里有喝茶的 这就是餐厅了 装修得挺好的 外面有个阳台 这里可以接待很多游客 这边可以喝茶 这里有一个露台 这环境很好 你看家门前就是大灵河马路 交通也特别便利 县城就10公里 这里修了三层别墅了 就坐在家里都可以赚钱了 除了门票赚钱 还有卖鱼 还有餐饮 还可以对外喝茶 就特别棒 做梦都能发财 以前打死我也不相信 但是今天我相信了 尽管我之前做梦 梦见彩票中了7万 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 还是没有实现 现在我也不买了 我要靠自己实力 双手清清恳恳 慢慢的就不止7万了 现在去县城找个酒店住一下 我有三个晚上没有住酒店了 也认识你 是吧 是吧 帮助我 我应该 保识你